这些走出来了 你立个才可以叫做一层一层的嘛 灭色彩都 加小小色彩回头层就出来了 灭色彩都大个 某个人强调还灭色彩 那你说谁洋画 中国画 油画 水彩画 不爱艳艳 加完水彩就爱水彩来的了 都爱艳艳画法嘛 只要你会一种画法你就都会了 所以人老是中国画是谁艳画 我只说一句话 中国画多两条线 某线就是看里边就爱谁艳画 水彩 你多了一条线就爱耿的嘛 所以你们老是把这些分的态度 就跟主餐也一样 你也西餐中餐材料都还干嘛 也一样的嘛 还没出来了 嗯 好了 哇 果果出来层次出来嘛 你出来之后你才可以嘛 没出来 你在画某用啊 你出来之后你才可以像这些地方嘞 你看 嗯 还没地水彩点满地啊 点你一个 买点嘛 对吧 人家点出来层次让他出来嘛 还没 嗯 让你点出来嘛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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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一个 点 点 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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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是平,你不如畫一遍又漸變,是吧? 嗯,這個漸變的概念很重要 好美喔 你畫出來一張畫,你說了這一張畫 如果沒有線條,就是西洋畫 有沒有分別?沒有分別 西洋畫最後再加光多一點,中國不用那麼麻煩 西洋畫很多時候用白色的 他們用白色,但我們不會的 我們有白色,因為有白色不透明 有白色有一層口,但畫出來不透明 我就講,要透明 所以中國畫好像感覺很薄 很薄薄,很透明 所以說中國畫,西洋畫不同,就是光不同 畫法都一樣,八不同,紙不同 就是這樣了 祖師,你沒有學過油畫? 沒有,我的畫都是西洋畫多過,中國畫 水彩畫那些 你搞設計,一般都還是水彩多 你就出來了 那一個出來,你怎麼出來 你都往上走 你最後再加光嗎 因為你